對於散熱器來說,要追求高效能又兼顧整音的散熱方案,大多數都以 9cm 或 12cm 風扇設計為主流。 不過,隨著 DIY 市場興起大尺寸風扇,主打這類市場的廠商都開始將焦點放到 14cm 的新興市場。 今次收到由 Gillette 推出的 Ring 14 就是其中之一。 比較兩年前推出的 Ring 12,今次 Gillette 推出的 Ring 14 並不僅僅將焦點擴大而成的產品。 據廠方所說,焦點經過重新設計後,弧度相對彎曲,至此提高較高的風壓。 而且焦點中間比續繩細用的換氣孔也增大,提升續繩的耐用程度。 摩打方面,Wing 14 創的風扇轉速為 1200rpm,最低起動電壓為 5W。 方便直接接駁火牛的 5W 輸出,直接減低轉速。 雖然沒有 PWM 控速功能,但包裝內也附送一條降低電壓至約 7.7W 的減速電源線。 而整個摩打表面,均作出白風處理,而達到防水效果。 風扇俗成長 nano-fluss bearing,俗成表面亦添加抗磨套層。 總括來說,相對於普通12cm 風扇,Wing 14 多出的尺寸和風壓,不單可以抵消一定程度的轉速差距,減低不必要的噪音。 而且還可以為周邊設備降溫。 相信14cm 的市場,會隨著越來越多的電氣流行,以及用家對高風量低噪音的要求而變得熱鬧起來。 他接下來 大家看待會周邊習近時 Advent,足連い予防火螢方向島み、 優格専應者, DWT目的軌道では良好,